您还记得大约两个月前造成众多人员伤亡的孟加拉国大楼坍塌事故中 那个在被埋了近17天后获救的女工吗 当时她奇迹生还的消息鼓舞了不少孟加拉国人 但英国《每日邮报》6月30号却报道 据这位女工的同事爆料 这一切都是假的 只是孟加拉国政府的一场危机公关秀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年5月10号 获救女工雷石马被抬出废墟时的画面 据媒体当时报道 年仅19岁的雷石马在达卡倒塌大楼废墟下 被埋了近17天后成功获救 而且几乎没有受伤 她也就此成为了那场灾难中希望的象征 然而近日雷石马的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男性同事 却爆料称这一切都是假的 她说大楼刚刚坍塌时 她和雷石马就已经逃了出来 之后在医院住了两天 但此后雷石马就突然消失了 而当她再次看到雷石马时 她已经成为被埋17天生还奇迹的女主角了 这显然是假的 她说这是孟加拉国政府为了拯救本国的制衣业 而自导自演的一场危机公关秀 据美日邮报报道 雷石马的房东也证实了这一点 孟加拉国的一家报纸也表示了质疑 该报的调查记者指出雷石马被救出后对媒体说自己曾扒着废墟找水喝 而在满是尖利物的废墟上这么做肯定会割伤手和指甲 但雷石马获救后的画面却显示她的手上没有伤痕 而且获救时雷石马的衣服整洁没有破损 她的眼睛也没有因为待在黑暗中两周多而表现出微光的症状 反而是她躺在单架上环视四周 似乎是想让人们问她问题 坦塌大楼附近的居民也表示 政府的救援工作神神秘秘都在夜里进行 不让人靠近 更不准拍照摄像 在雷石马获救的前一天 周围的居民甚至还一度被要求撤离 对于造假的指责 目前孟加拉国政府还没有做出回应 但也有媒体指出 提出疑点的这家孟加拉国报纸是亲反对党的 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抹黑孟加拉国政府